但是好不容易拿到网购的衣服 现在有些民众还是会担心 上面会不会残留病毒呢 有业者为了让消费者安心 在货物寄出前有五道的消毒手续 喷上酒精加上熨烫消毒 货运抵台开箱前先拿酒精喷一喷 开箱对着包装再喷 挂上衣服又喷 熨烫放入包装袋 最后还要再喷一次酒精才寄出 电商网购业者为了让消费者安心 不但要求韩国小帮手 在东大门寄出货运时就得消毒 到了台湾喷了四回酒精 加上熨烫消毒 这方式连专业医生也赞赏 大众做消毒都是因为担心 运送过程中会有飞沫残留 但因为寒货交情延宕 货物至少要排队等待两天以上才能寄送 经过这样的时间 医生说就算有病毒也难以残留 加上新衣出厂前经过消毒 消费者其实可以不用那么担心 根据医学期刊研究发现可以感染人类的冠状病毒 可在金属玻璃塑胶表面停留最短五分钟 最长可以到达九天 事业者建议收到新衣时可以将衣服清洗 曝晒七十二小时 让自己穿起来更安心 记者审方明珍浩凡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